大家好,现在推荐这个小区最大户型 1825尺,四房两玉 一层楼啊,一层的 两个车库 44万2000起 可以说基本上就是44万2000了 它可能有的房会多一点点 可能地大什么的 因为迪亚浩腾开发的房子都是拎包入住的 包了地价 包了所有的升级装修 基本上就是你一买 你拿着行李 你买上家具 你就住进去了 又省心又省力又省钱 所以非常畅销在这个城市 基本上是要先排队 像西南区 现在排队 我看基本上也买不着了 北边这刚开盘 所以现在 他说排队的还不多 这个社区旁边啊 要盖一个新的小学 Sales说 新的小学就会招更好的老师 好老师也喜欢去新的小学 这个逻辑应该也通的 还有这一带哈 周边 高福球场 赌场 就是三分钟两分钟 紧挨着吧可以说 街道的绿化程度 跟萨姆林是一样的 这个真颠覆我的认知 虽然是北拉斯维加斯 但是 好的区 好的Master Plant社区 环境周边一点都不差 房价还超级低 这房子你说进来 九尺高 漂漂亮亮的 跟那些需要装修升级的 也没差呀 对吧 然后你什么也不用管 迪亚浩腾的房子 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 但是你要求太高 想自己设计 什么里面升级 什么 那就没办法了 这个基本是没得选的 很受年轻人欢迎 他一拿包就住进来了 他也不用装修了 也不用等了 进来就可以开派对了 年龄大的退休主也不少 他也省心嘛 价值挖地真的是在北拉斯维加斯了 最便宜的就是这里 这个小区的HV113 有大门的 它有三个户型 这个是最大的 1825次 接下来我介绍另外一个户型 有兴趣尽快跟我联系 702-635-0787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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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买家具 拿着自己的衣服 进去就住了 如果是家里就三两口人的 1611次足够了 房价42万5 别的地方没得早了 新房啊 一层啊 也只有在北拉斯维格斯这种master plan的好社区了 迪亚浩腾要在这里开发4000套房子 有一层 有两层 盖新的学校 街道的绿花 大公园 小公园 两边的树啊 花啊 中间的绿花袋啊 跟萨莫林是一样的 一点都不差 三分钟之内 又是Alianta赌场 又是Alianta Golf Club 你有golf球场 还有很漂亮的赌场 然后五分钟吧 大概 高速公路对面就有一个好大的社区公园啊 各种运动项目 小孩子的游乐场 还有小胡 小鸭子啊什么的 很和谐 很美这一代 比我想象中要好太多了 房价现在还是挖地 Sales说排队的挺多的 Oh sorry 排队的不太多 不像什么西南区啊 便宜点房子一出来 排队好多 排晚的基本上也是买不到的 他说现在排队 三四月交楼的就可以 因为是新开盘嘛 都在推广 你等老美的经纪人 开始大发视频的时候 走得就很快了 周边呢 我会 链接一下 都给大家看一看 周边的样子都什么样的 不要以为北拉斯加维盖斯不好 不是这样的 哪个城市都是 有好有坏 有一般的 有特别好的 大家都懂的 这个区 Master Plan社区 就是相当好 而且这一代呢 10到15分钟之内 两个大医院 其中有一个是 军人医院 所以这一代 又有那个 Nelys Air Force 军人很多 他们租房的也很多 房租也很稳定 北拉斯维加斯的政府 为这个城市 做了很多工作的 现在有亚马逊的仓库 斯弗兰的仓库 赛车场 都在北拉斯维加斯的 都在北拉斯维加斯的 所以发展是越来越好的 喜欢吗 喜欢请跟我联系 702-635-0787 我是Amy 我是Amy 黄西 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和推荐一下 北拉斯维加斯一个新开发的 Master Plan社区 是Dia Houghton开发商 他要在这个Master Plan社区里 开发4000套房子 然后我把这个社区周边的生活配套啊 环境啊 给大家都拍了一下 看一看 这块是个中型的生活区 你可以找到Target啊 Rose啊 潮寺啊什么的 健身房 大概8分钟左右车程 现在这个石它开过来也就不到5分钟了 是一个很大的公园 各种各样的游乐运动箱 很热闹 很多家庭 看得出来这一带是Family Friendly 这一带空气也很好 正好是在北边的三边下 它的区号是89084 是相当好的区 不要一说到北拉斯维加斯区 不是这样 有一些区场都很难去 但是新区 尤其是Mask的北拉斯区 三边的 环境空气 绿房一点都不差 治安也很好 从视频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房价还是特别低的 现在也低 未来不知道 市政府在建设北拉斯维加斯做了很多努力 这一带生活很便利 15分钟之内两个大的团队 其中一个是军人医院 所以这一带军人很多 而且还有空军基地 军人喜欢租房 他们的房租也很稳定 以前这边有个养租场 北拉斯维加斯 后来终于被开发商给 把地买下来了 业足半周 然后那个味道啊 什么就改良了 就没有了 然后开发商就开始大力的开发 建设这一带 就变得很漂亮 从绿化的角度看 跟萨莫莲是一样的 街道啊 你看 树啊 花啊 隔离绿化带啊 这是迪亚浩腾的社区 跟这个阿里安特的赌场和高尔夫球场 基本上是挨着的 两三分钟 你说你去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小玩一下 或者打高尔夫球 也太便利了 赌场隔壁就是高速 你上高速也就是三四分钟的事 这个马斯坦普拉社区 就是第二号的资金开发 四千后 要新建个小学 Sales说 新小学就找郝老师 郝老师喜欢新小学 是这样吗 也通 这个逻辑也通的 总而言之 这个社区我认为是很好的 我来这一带拍了一下 看了一下 走了一下 感觉确实不错 最主要是现在这里的房间 是相当相当低 在别的区已经根本找不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至于北拉什维加斯 是好是坏 建议你多上YouTube 或者Google上 搜一搜 看一看 多看啊 不要去看一个两个说不好的 或者一个两个专门说好的 多看 你就自己有认知了 哪里都有好 有不好 有普通 有一般 有特别好 有色彻的 这一带感觉 整体的感觉就是 还是比较憾薄 Lowkey 但是很relax 这里去中国城 赌场达到机场 大概是30分钟左右的距离 要走高速 从两边走高速 然后再转到15号上 在哪里 在哪里 也跳t 在哪里 要走高速 哪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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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